因为坚持前几天不是也出事 这次坚持他本身 他这次是一个八一表演队 就是中国大陆的特级小组 他们这次特级小组 他们是在天津附近 有一说是训练 有一说是在表演 反正就是训练或表演的时候 这过程中 飞机发生了故障 而且状况可能非常的紧急 为什么 因为他们本身两个人 就是说当飞机发生了故障 必须要那么急迫的 这个跳伞逃生的情况下 飞机应该是发生了 难以解除 而且是非常严重的状况 必须要紧急弹射逃生 弹射逃生的时候 他们那时候 就是那一架双座机 它是驾驶歼10S战机 你看八一表演队 他们一共有六架飞机 他们六架飞机里面 有单座机也有双座机 它是单双座机混合编组 他们其实在过去 就是说一般而言 就是进入八一表演队 大概飞行员 大概要1000小时的飞行经验 这在过去的中国大陆来说 是比较难达到 但是现在 中国大陆的飞行员的战术训练 基本上已经跟得上西方的标准 年飞行小时 大概是差不多180小时左右 所以他们现在 要求进入八一表演队的 这些男飞行员 要1000小时的操作经验 因为其实我们在讲飞安的时候 有一点 你会发现 常常飞机飞行员出事的时候 大概是在一个500小时 到1000小时这个阶段 因为这个小时 往往是信心大过能力 但是超过1000小时 这个时候飞行员就成熟了 相对而言 它在飞行的操控的稳定度 跟遇到状况的紧急应变的能力上 都比我们刚刚讲到 500到1000小时的飞行员要好 所以你看 世界各国的特级小组 包括像美国的蓝天使 雷鸟 英国的红舰等等 他们选飞行员 大概都是1000小时 但这次他们 收入的四名女飞官 特别是这次 不幸殉职的这位余旭 余旭的话 他们有金孔雀之称 也是尖石特级小组里面 这四个女飞行员里面 可以说是外形最亮眼的 这次在训练中 殉职其实说真的是蛮 让人感到遗憾的 很难过的 他的情况就是 他们那时候四个人毕业以后 他们其实相对来说 时数比较低 他们就进入了 八一的表演队 他们这次在飞行的时候 所以我们在 每次的第一次表演 大概都会注意到 他们这几个女生有飞 但是他们飞的时候 往往是做双座机的后座 双座机的后座 相对来说 它的操控机会 或者说怎么讲 以我们这边的标准来说 它是属于一个同称 就是相对来讲 它可能不直接负责操作 或者是由前座的飞行员 然后带着他来做这些飞行训练 对 没有 等于说是教他 带着他做飞行训练 那天发生这样一个状况 当然他们两个也是弹射 弹射以后 前座的男飞行员 其实手跟脚也都有受伤 于迅他比较不幸 就是他一弹出以后 他整个飞机的弹射椅 一弹出来 就撞到了另外一架飞机 另外一架飞机也受损 然后返回基地 然后那就是说 他撞到另外一架飞机以后 你想想看 人弹出来以后 被那个飞机 那个另外一架飞机撞到 那当然是当场就粉身碎骨 所以说真的 这样的殉职方式 真的是很让人难过 那也有说 因为他因为 就被撞击的时候 人就殉职了 所以他本身伞也没有开 人就直接从空中掉到地面 当然就比较 当然这个会 现场的情况 就会让人感到比较难过 然后